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西北众树最多的人并不是祖宗堂 而是臭名昭著的军阀马步方 在很多人潜意识中 军阀都是大老粗 只会未破乡的 实际上横征爆脸的都是小军阀 大军阀都靠发行货币捞钱 然而发展工业捞更多的钱 最后美其名曰打造一个模范省 比如说山西 广西和东北 马步方明白的很青海搞工业为前途 唯有在土地上下功夫 早在1929年 他就规定麾下第九师官兵每人每年至少种五棵树 1938年 马步方出任青海省政府主席 成为集军政大权于一生的青海王后 他种树的热情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军阀做事不讲道理 但好在效率高 他说植树造离史全省百姓的义务就没人敢 反对 他用征税的方式将指标层层下放 责任明确到保甲长 一户完不成多户连坐 用摊派的方式咒树 效果是相当明显 大公报著名记者范长江说 西明城附近有马步方军队所种的树 确实不少 四五年后 西明四周 必能成茂盛的柳林 重庆大学校长张弘元也说道 青海最重要的城就是植树造林 树栽在甘青交界与西宁之间的公路两侧 如果整个西北地区都像青海那样 不出十年 西北就会是一片绿色 马步方虽以流氓手段强制种树 但他不使蛮力 青海省政府建设厅 拟据二十八年度造林计划 和青海省各县植树暂行办法 将在哪里种 如何种都调查得清清楚楚 马步方及其父亲马其 统治青海长达四十年之久 青海早就被他们视为责任田 改善环境固然是马步方种树的出发点之一 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钱 由于气候的原因 西北的 军费力外需要内地写想 这也是为什么马家军都将在西北骄横伐扈 但却一直对中央唯唯诺诺的原因 张大帅在东北以大豆做储备 靠发行凤枪养出 号称全国最精锐的东北军 马步方为了买更多的枪 养更多的部队 就把注意打到了木材上 青海大部分地区是高寒气候 百姓没有种树的意识和传统 为了说服手下人 他在发布六大中心工作时算了一笔账 按每颗数三块钱计算 如果重上三百万颗 十年后的我穷苦至青海 已有一千万元之花锡 此非天下之大利乎 植树到林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在权力和金钱的刺激下 马步方却把好事变成了青海百姓的沉重负担 1938年时 每年指标只有几十万克 部队重一种 百姓分摊点 还能算得上利国利民 随着军阀争斗不断加剧 马步方开始变得急于求成 每年摊派下的指标都成倍增长 到了1948年 他竟然下达了一千八百万克树的任务 每位小学生都被分了十五克 种不完的由家长代劳 百姓们不仅要自掏腰包买树苗 为了保证存活率 树种上后还要花二十多天浇水吃肥 如此一来 春耕就被严重耽误了 老百姓也是有苦不能言 在马步方看来 一个树就是一杆枪 为了防止百姓破坏他的邻地 还放出话来 谁砍树的头 我就砍谁的头 因此老百姓又戏撑马步方的邻地匪砍头领 返回邹虎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